我们这个片段聊一下Bill Gates离婚的事情 那这个1000多亿美金财产要分割 同时的作为一个十几年的世界首富 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在科技界的影响力 以及他对其实他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大陆民众的影响也很大 一个是在我们中国人眼里 他可能是 以致时间最长的世界首富 就我们特别是80后90后 因为他是给我们感觉资本主义世界 很自由很open 这个努力奋斗 然后靠精英的这个才华 就能够形成变成世界首富 那形象是异常正面的 但是这一次这个离婚 让我们看到了实际上 很多东西也不是我们表面的看到这样 这个在很长时间里面 应该是已经出问题了 婚姻已经亮红灯了 但这方面往婚姻的方向去讲 去聊我就没什么兴趣了 我主要是说 接着我们前面的这个话题去聊 实际上的话 我们看现在这几年 最近5年10年 就是中国也好 美国也好 我们说是全球财富积累程度最快 或者是最集中 中国是最快 美国是最集中的这两块领域 但是都出了一些问题 什么钱太多了 钱太多多到一种什么程度 第一个是有钱的时间太长了 你看比尔盖茨 他才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是以往复往了 他在结婚的时候 到现在已经有27年了 27年在之前几年就已经是以往复往 30年过去了 做世界首富到一二十年 所以这个婚姻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家属 对穷人来说是一起过日子 大伙过日子 能够省钱提高效率 用最少的钱能够补育孩子 能够最快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办法 但是对他们来说应该说是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他们能够产生的效率确实是可能是为这个世界做贡献了 就是处理他们的基金会的事情 但是我们回到刚才说的 包括我们前面节目提到的这个事情 就是资本过度固化的问题 就发现很多方面 实际上不单是比尔盖茨他们家要离婚 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像郑爽他们这个夫妻是吧 是这样子 包括中国整个娱乐圈 他这个绝取的财富也非常的庞大 是不是说稍微多了一点 或者说他的分配是不是平衡 对不对 那么我们剧本剧主是不是可以多拿一点 包括群演是不是可以多拿一点 道具是不是可以多上点心 这些是要调整的 这个是中国成长中的调整 或者说娱乐圈里面 他跟其他行业 比如说他下游分发的这些行业 他们的这个利益调整又是否合适呢 那这个是中国成长中的利益调整分配 但是西方的话他有更大的问题 他存量竞争 存量太庞大了 就我们刚才说中美是两个方向 美国是存量大 中国是增长快 增长快容易什么呢 这个不平衡 那他美国存量大 我们说其实形成了极为庞大的积极固化 利益固化 沃兰巴菲特跟他的这个芒格吧 是他的这个这个搭档 已经一个是90多岁 一个是80多岁 都是平年龄都90岁了 那他们现在还没退休啊 这一次还没有宣布接班人 这都多大了 咱们不是说这个不能年纪大点 都是平均年龄都90多岁了 这个确实啊 这个是作为世界排名前十的这个富豪啊 有一点有一点年纪太大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世界 特别是西方的这个富豪的这个版里面啊 不管是法国的呀 包括说这个日本的 这个德国的呀 很多都是老式的家族啊 老式的这些年纪很大的人 哪怕是创一代年纪也很大的 像柯氏兄弟啊 他们这些 那这里的话我们说 这时间长了 就有一些影子出来 我们前面说了这个爱博斯坦 他其实就是这个影子 就资本主义世界的话 我觉得他也是迎来一个内讧 那么你看他一离婚啊 这个财富就有一人一半 或者说他拿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比尔盖茨就削弱很多了 这其实就是在 这个在融化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这个融化实际上有更大的融化 我觉得的话 爱博斯坦是一个更大的融化 爱博斯坦事件是我觉得是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 融解的一个影子 金城影子金城融解的一个过程 爱博斯坦他当然不是正儿八经的权力层 是一个很比较邪恶的这么一个 一个人物 但他这个跟整个西方我们说不单是资本家 包括说英国的皇室皇族也有牵连 包括说霍金这一类顶尖的科学家 美国顶尖大学里面的顶尖的科研科学家 科研人员也都是有联系的 包括说很多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方向 法国方向的政客也都是有牵连的 所以他的脉络是非常之广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爱博斯坦他的瓦解 包括说这之后 我觉得整个西方的金银层过去40年 太稳固了 太稳定了 那么之后我觉得这个会越来越快 会越来越加速 甚至我有一个另一个方向一点的猜测 比如说彪盖茨他们夫妻 做基金也好 包括说去做慈善也好 包括说做很多事情 有一种猜测是认为他们在避税 如果说有避税的想法之后的话 也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什么美国肯定要向全球方圆内征税 这个很难跑得掉 就是说这个世界肯定要朝富人不断的征税 富人肯定是要严重内卷 这个我们前面有分析过 穷人已经没有办法内卷了 我跟大家说了 就是你先看 你看中国的中下层 包括美国中下层 美国中下层早就被锁定了 几十年就没有 中国还可以 中国的我们中下层还是 特别是下层这几年 受益程度还是很高的 精神娱乐 用起了抖音 这个手机用贼6 这个都是巨大的提升 但是我们要说 如果说中下层跟下层不一样 中下层的话 它压力还是很大 比如说花呗戒卫 你看他们这一群 现在平台级的一以上 的APP哪个敢说没有贷款了 是不是 这些的话都是大的问题 也就是说 你未来三年五年的债务 我都把你锁定了 未来三年五年 你除了吃喝之外 所有的收入都变成了我这些 就以前是中国 我们一流的银行在吃 我们这些银行在吃企业 好了 现在 现在 经营的 就是这些平台的 这些企业 APP 包括这些资本家 他们在做什么 我说中国的这些 事情这么一样 他们在什么 向银行学习 银行是吃这些中小企业 吃各行各业 对不对 这些平台企业就吃中国的中下层 我让你们一年20% 30%的利息 你们就给我交钱 是一样的 我帮你们未来五年十年的 五年的时间的 所有的剩余 全部扒得干干净净 就是到这种程度 所以说的话 当然我们中国很好 已经进行了调整 但是的话 其实还可以再进一步 当然这个要慢慢来 慢慢来 我们再总结延伸一下 Bill Gates离婚这个事情 他自己发了声明 说这个 大概就是说 不要攻击我们 好像中文的微博 也有说吧 因为他也很关心 中国这边 也当然知道中国的力量 不希望自己家庭过分的旋路 然后官方声明 特别的官方 这个措辞非常的 严谨 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 往这个角度去理解 去说 他既然不想那么 那么不想被人知道 是不是 但是我们说 这个精英神 我们不说他们很好 不想把他们想得那么坏 但是好 估计也好不到特别好 好不到哪去 说那么爱环保 然后自己就省时间用 我估计也没有 那我们说 从这里延伸去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方的 这个整个精英圈 我们说爱博士党 这一波 是一个太腐败的 一个一个圈 他们必须也要去瓦解 正儿八经的 还是要去 像他们七八十年代 在车库里面创业的那种风气 这个要有竞争的这种意识 要艰苦奋斗的这种精神 这才是正常的 爱博士党这种 联合各大的这种富豪 每天在那里花天酒地 这个是资本主义世界腐败的时间长了 就变成这样 这个正在瓦解 这整个城市在瓦解 各方面的力量 我相信越来 包括英国皇室的 我觉得这都是这样 就他们在世界所有的这种 正光勉弹簧 就是我们的婚姻很幸福 我们的财富来得很震荡 我们的地位 全球地位是最高的 这些都不复存在的 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因素 我们中国也崛起了 对不对 你再怎么装 是吧 你这西方国家要竞争的话 你的税收的提升来 对不对 你再装的话 你们激烈内卷的情况下 你就装不下去 能装是因为你不用去竞争 当然可以装得很好 对不对 比如说两个人要打一下 你说我穿个西装 怎么跟你打 当然是要衣服脱掉 对不对 你像007拍的后面 就是什么呢 穿西装打架 哪有这么打的 是不是 这不是搞笑吗 穿西装的 只能搞投毒 我就是这样 你说要打架 当然是把西装脱掉 然后把衣衣脱掉 是不是 这才能正儿八经 干嘛 所以说的话 我觉得是什么 他们的不切实际 西方金银城的不切实际的日子 也差不多要到头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爱博士党的倒台 我觉得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倒台 这个是整个资本世界的 当然我们这里解读的就有一点远了 为什么解读这么远呢 因为比尔盖茨先生自己本能也不希望别人对他的婚姻那么感兴趣 我自己对他的婚姻也没有兴趣 那么老了 对不对 我要有兴趣也会对郑爽 张恒的心会更兴趣一点 对不对 郑爽张恒我们就 也可以说两句 就他们这种情况 我觉得的话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方式 就是比较幼稚 就是什么呢 就是张恒跟郑爽 这种你死我活的这种表达 是不符合正常的这种很有钱人家的这种贵族的这种气息 你看人家西方是吧 那再怎么吵 我再怎么样 不管出任何问题 一纸协议离婚 或者说不家暴 这个是不撕逼不家暴 这个是标准的嘛 你再怎么样 你就是你去再怎么玩 再怎么烂 再怎么 你不至于吧 你这样的话 你不是让别人一起来围攻你们吗 两个人都没办法做人 这种西方 你看西方他们这些人 比尔盖茨都会做人 对吧 首先我这个不撕 不家暴 然后我还不让你们撕 我这个观光市民说的 漂亮 你看我们中国人就不成熟 你搞的这个样子难看 好 我们就短片到这里